女孩因为白血病,掉光了所有的头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怪物,她害怕顶着大光头出门,母亲听后二话没说冲进卫生间,拿起推子把自己也剔成了光头,还带着女孩四处游玩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看着自信的母亲,女孩的脸上重新挂起了笑容,但快乐对女孩来说总是那么短暂,真正痛苦的根源是那根本治不好的白血病,她叫凯特,五岁那年小凯特的背后出现血斑,起初以为是孩子贫血,可到了医院一检查,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凯特患上了一种极其罕见的早又厉害 细胞性白血病,只有通过骨髓移植才能续命,而且相匹配的白细胞抗原必须达到100%才有效,更不幸的是父母和弟弟的白细胞抗原根本不匹配,如果等无血缘捐赠者无疑是大海捞针,就算是有也要面临可能出现的排斥风险,这样的结果对小凯特来说就是等死,父母很绝望,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等死吗?这是医生给出了一个出格的建议,那就是试管婴儿,如果试管婴儿在胚胎植入前进行基因诊断,便可以达到100%的匹配率,虽然 不被法律认可,但却是挽救孩子的唯一方法,父母思考再三,决定还是试一试,就这样妹妹安娜出生了,延续姐姐的生命成为了安娜存在的意义,从她一出生,一直就开始了,姐姐生病之后,整个家庭也都变了,母亲为了方便照顾姐姐干脆辞掉了律师的工作,儿子由于被忽略,导致患上阅读障碍都没能被及时发现,在母亲眼里,她剩余的全部人生只围绕着一件事,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女儿活下去,安娜虽然懂事,从来没有过怨言,但� 渐渐长大的她似乎也有了自己的想法,直到有一天凯特的病情开始恶化,在家里并发,急救人员到了,才把反锁在房间里的凯特救了出来,经医生诊断,这一次凯特不光是移植那么简单,白血病已经不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凯特已经丧失了肾功能,活不了多久了,为了救大女儿母亲想都没想,便打算将安娜的一个肾移植给凯特,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母亲经意外地接到法院的船票,起诉人居然是小女儿安娜,注意看,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把亲生父母告上法庭, 理由竟是她不想救快要死的姐姐,她叫安娜,11年来,她被强行按在手术台上,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8次,期待血,白细胞,骨髓,淋巴细胞,只要姐姐需要她身体里的哪样组织,那便随时来拿,而这次姐姐需要她的一个肾,安娜拒绝了,她知道一个肾意味着什么,或许她永远不能去做运动,不能加入啦啦队,不敢大量喝水,甚至不能怀孕,这一辈子都要小心翼翼地活着,凭什么要牺牲她的人生,去救另外一个人,即便那个人是她的亲姐姐,难道只有姐姐重要,她就 不重要了,听了女儿的话,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开始反思,身为父母,他们对待小女儿的方式是否正确,她劝老婆是时候放手了,可母亲却态度坚决,这么多年她都坚持了,她不想在这一刻放弃,事实上,几天前安娜卖掉自己的项链,换钱聘请了律师,起初律师单纯地以为是小孩子不懂事,当看到那厚厚的医疗记录时,律师也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她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么狠心的父母,她决定要为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做变务,安娜的所作所为,无疑 她立刻开始指责安娜自私,不顾姐姐的死活,甚至狠狠打了安娜一巴掌,也就是这一巴掌彻底把安娜打醒了,安娜坚持要上法庭,身体是自己的,应该由她来支配,她不想再做姐姐的药罐子,而由于安娜反对军胜,凯特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抵抗力几乎为零,透析还引起了发烧,医生已经无能为力,挽救女儿俨然成了与死神赛跑,眼下最快的方式就是阻止这场官司,为此母亲怒气冲冲找到替安娜打官司的律师,她声称安 安娜只有11岁,还是未成年人,根本没有主见,不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而自己才是她的监护人,律师毫不让步,无奈的母亲只能选择硬碰硬,和她在法庭上一见高下,一个11岁的小女孩和母亲打官司,原因竟是反对母亲取走她的身,她能赢吗?法庭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安娜应该给快要死的姐姐捐身,应该救姐姐的命,安娜的辩护律师开始向母亲发问,律师质问女人,是否从安娜的角度考虑过,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问过安娜吗?你问过她愿 不愿意吗?而上述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一心想救大女儿的母亲从来没有询问过安娜的医院,但她必须这样做 之后母亲以律师的身份开始向安娜提问,母亲认为以她对安娜的了解,她并没有讲实话,过去的一周,过去的一周, 安娜一直都在回避问题,当姐姐在医院病情逐渐恶化时,一向关心姐姐的安娜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即便是她反对捐身,但安娜的反应太过反常 母亲要求知道实情,哥哥看不下去母女二人在法庭上痛苦的对峙,无奈之下讲出了真相,哥哥的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怒 Kate wants to die She's making Anna do all this because she knows that she's not going to have another operation That's a lie,Jesse Oh no, it's not Kate's dying and everybody knows it It's time, Mom Kate's ready 母亲根本不敢相信,原来逼她上法庭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一心想要挽救的大女儿 而此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凯特的生命大概只剩24小时 所有人都回到了医院里陪伴病危的凯特 安娜向姐姐道歉,说自己没能忍住 把一切都讲了出来,凯特抱着她说 之后凯特让所有人都先离开 她想和母亲单独待一会儿 她拿出了自己做的相册送给了母亲 原来母亲为她做的一切努力 都被凯特以相册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翻着相册,这个坚持十几年的母亲终于哭出了声 这一刻母亲终于明白 因为救女儿的执念 她以爱的名义,绑架了安娜的一生 绑架了儿子的童年 绑架了凯特生命最后的尊严 这种近乎偏执的爱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当晚凯特去世了 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母亲回到工作岗位 重开了律师事务所 父亲提早退休 做了咨询顾问 哥哥改掉了阅读障碍还拿到奖学金 而不变的是每年凯特生日的时候 一家人都会来到凯特生前最喜欢的胡编度假 人生最无奈的是既不能选择生 也不能选择死 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守护者 但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有人受伤 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么残忍 你不得不学会放弃 学会接受挚爱的离开 愿这部电影再带点你感动之余 还能让你对家庭、生命、对死亡有所思考